本章将探讨区块链技术在运动领域的应用 以及运动界在情感与竞技平衡上的重要性 我们将深入了解运动主要类别中新兴的区块链格局 并探讨应对运动科技困境的战略问题 最后,我们还会预测20年后运动界的发展趋势 这些议题涉及运动界的重大挑战 需要仔细权衡利弊 区块链技术能为运动带来哪些机遇和风险 情感因素与竞技表现孰亲孰众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让我们一起揭开运动与科技融合的神秘面纱 Crossenwall和Nulan介绍了运动科技困境 强调了运动行业的情感驱动性 以及竞争平衡的重要性 我们将深入了解运动主要类别中新兴的区块链格局 并把它们分为七个市场段 这些调查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视角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运动界的区块链科技风景 此外 本章还提出了三个战略问题 包括整合程度 商业模式和地理覆盖面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以及找到应对运动科技困境的有效策略 最后 我们还会预测20年后运动界的发展趋势 区块链技术在运动领域的潜力值得我们期待 但同时也需要我们仔细权衡利弊 竞争平衡是运动领域的关键问题 不论是赛车 足球还是田径 每个人都有机会赢得比赛 这与运动的商业成功密切相关 不确定性驱使人们对运动赛事感兴趣 因为无法预测结果 要达成竞争平衡 需要制定比赛规则 设备使用标准以及比赛或事件的安排等决策 这些决策对于维持运动的公平性和吸引力至关重要 只有确保每个参与者都有公平的机会 才能激发观众的兴趣并保证赛事的商业成功 因此竞争平衡是运动界必须重视的关键因素 它不仅关乎公平性 也有关运动产业的长期发展 我们必须谨慎制定相关政策 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一展身手 从而推动运动事业的蓬勃发展 透明的民主过程对于实现运动赛事的竞争平衡至关重要 每个参与者都应该有公平的机会 这不仅关乎公平性 也关乎整个运动产业的长期发展 运动生态系统由公共、私营和非营利组织组成 涉及层面广泛 要深入了解这个复杂系统 才能有效应对运动科技带来的种种挑战 公司合作、利益相关方协调等都是关键 即使在高度商业化的运动联盟中 如美国的NFL、NBA、MLB和NHL 也需要保持竞争平衡 引入新科技如区块链时 必须仔细权衡其对赛事公平性的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要平衡各方利益 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应用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去中心化、共用、透明和安全 其中,去中心化是关键 区块链技术可以切断协力厂商的参与 从而为运动团体和球迷节省大量资金 去中心化意味着运动赛事的组织和管理不再受制于任何中央权威 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直接参与 不需要仰赖第三方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 还能增强公平性和透明度 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此外 区块链的共用特性也为运动产业带来重大影响 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共享赛事数据和交易记录 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 这种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运动产业的公信力 减少争议和欺诈行为的发生 最后 区块链的安全特性也是其在运动领域应用的一大优势 加密技术和分散式账本可以确保运动赛事资讯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避免遭到恶意篡改 这对于保护运动的公平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 区块链技术为运动组织带来了重大变革 其去中心化、共用、透明和安全的特性 为运动赛事的组织和管理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 首先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意味着赛事的组织和管理不再受制于任何中央权威 每个参与者都可以直接参与 不需要仰赖第三方中介 这不仅提高了效率 还增强了公平性和透明度 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其次 区块链的共用特性为运动产业带来了重大影响 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共享赛事数据和交易记录 从而增强彼此的信任 这种透明度有助于提高运动产业的公信力 减少争议和欺诈行为的发生 最后 区块链的安全特性也是其在运动领域应用的一大优势 加密技术和分散式账本可以确保运动赛事资讯的安全性 和完整性避免遭到恶意篡改 这对于保护运动的公平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 运动博彩是目前区块链在运动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一个细分市场 据统计 目前共有18家公司参与其中 区块链技术为运动博彩带来了重大变革 齐去中心化 共用 透明和安全的特性 确保了交易账本的永久性和可验证性记录 这让博彩者可以更好的验证支付 提高了整个过程的透明度 具体来说 区块链技术可以切断第三方中介的参与 从而为运动博彩公司和球迷节省大量资金 同时 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共享赛事数据和交易记录 增强彼此的信任 有助于提高运动博彩产业的公信力 此外 区块链的加密技术和分散是账本特性 也为运动博彩的安全性提供了有利保障 这对于确保公平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 运动博彩是目前区块链在运动领域应用最广泛的一个细分市场 据统计 目前共有18家公司参与其中 领先开发的公司包括Betherium.com、Exbit.com、Decent.bet和Bear.org 这些公司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改变博彩市场 降低费用、增加游戏化和社交元素 同时 也有一些公司专注于特定利基市场 如Blinkpool和HeroCoin主要专注于电子竞技 Bitplay则使用区块链进行彩票选项 区块链技术为运动博彩带来了重大变革 齐去中心化、共用、透明和安全的特性 确保了交易账本的永久性和可验证性记录 这让博彩者可以更好的验证支付 提高了整个过程的透明度 具体来说 区块链技术可以切断第三方中介的参与 从而为运动博彩公司和球迷节省大量资金 同时,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共享赛事数据和交易记录 增强彼此的信任 有助于提高运动博彩产业的公信力 此外,区块链的加密技术和分散式账本特性 也为运动博彩的安全性提供了有利保障 这对于确保公平性和公信力至关重要 俱乐部和联赛管理是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第二大应用市场 目前有12家公司参与其中 其中,chilleyes.com-socios.com专注于足球和电子竞技领域 与多家俱乐部合作 帮助他们向支持者出售球迷代币 拥有更多代币的人可以对俱乐部的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另一个例子是NBA Top Shot 这是NBA与Dapper Labs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它旨在创建数位收藏品 提升球迷体验并增加收入 这些公司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提升球迷参与度 增强球迷与俱乐部的连结 同时,也有一些公司专注于特定利基市场 如电子竞技 总地来说 区块链为俱乐部和联赛管理带来了创新的机会 可以增加收入来源 提高球迷的参与度和忠诚度 俱乐部和联赛管理是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第二大应用市场 目前有12家公司参与其中 其中,Block Sport IoT供了一个集成了票务、投票、忠诚计划 和商品销售等功能的科技解决方案 针对俱乐部、联盟和联合会 Fantastic Io则与多家俱乐部合作 利用AI、VR和区块链技术创建更好的球迷体验 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创新来提升球迷参与度 增强球迷与俱乐部的连结 另一个例子是Footies.com 他们帮助马卡比海法进行在线售票 而WISFans.com与巴塞罗纳足球俱乐部和 Orago团队共同开发了数位俱乐部平台 总的来说,这些公司正在利用区块链技术 为俱乐部和联赛管理带来创新的机会 可以增加收入来源 提高球迷的参与度和忠诚度 生态系统发展是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第三大市场细分 目前有10家公司参与其中 这些公司旨在建立更大的协作公司生态系统 以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和价值 其中,B.Dentwork专注于个人健康领域 由德国公司MySports GmbH主导 整合了多个公司的科技解决方案 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 Olympia Isle则致力于业余运动 希望打造一个业余运动和身体活动的通用数据库 整合运动应用程式 机构、企业和运动员 为这个细分市场带来更多创新 这些公司都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和高效的运动生态系统 增强行业内各方的协作与互利共赢 生态系统发展是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第三大市场细分 目前有10家公司参与其中 这些公司旨在建立更大的协作公司生态系统 以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和价值 其中、B.Dentwork专注于个人健康领域 由德国公司MySports GmbH主导 整合了多个公司的科技解决方案 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健康管理服务 Olympia Isle则致力于业余运动 希望打造一个业余运动和身体活动的通用数据库 整合运动应用程式、机构、企业和运动员 为这个细分市场带来更多创新 还有一些生态系统专注于特定领域 如Citeo.com在球类运动 Sport Cash.1在冲浪运动 Play.Life在游戏玩家领域 高成本使一些初创公司动力不足 例如Ronaldinho Soccer Coin Project 它经历了多次延迟且通信不稳定 这些公司都希望利用区块链技术 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和高效的运动生态系统 增强行业内各方的协作与互利共赢 幻想运动市场细分像运动博彩一样 注重透明度和安全性 在北美市场有着强大的存在 Digital Fantasy Sports.com利用区块链平台连接全球玩家 提供及时聊天社交机会 并使用代币进行幻想游戏 Poker Sports.com以游戏化方式吸引玩家 其Fantasy Studs节目在扑克桌上发放7张玩家卡牌 展示幻想队伍 此外 Fanduel、DraftKings和Yahoo Sports等公司也是这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提供各种幻想运动游戏 这些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游戏资产的所有权证明 交易透明度和安全支付 为玩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未来 随着监管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幻想运动行业有望进一步发展 并成为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 幻想运动市场是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细分市场 目前有8家公司参与其中 PokerSports.com是这个市场的代表性公司 它利用区块链技术提供透明度和安全性 让玩家可以在扑克桌上进行幻想游戏 另一家公司FootballCoinIo则专注于足球领域 将区块链与经典的足球经理、游戏相结合 让玩家展示自己的球队管理技能 除此之外 Fanduel、DraftKings和Yahoo Sports等公司 也是幻想运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的幻想游戏 这些公司利用区块链技术 实现了游戏资产的所有权证明 交易透明度和安全支付 为玩家带来更好的体验 未来随着监管环境的进一步改善 幻想运动市场有望进一步发展 成为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重要应用之一 健康与个人诚信是运动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 包括了六家公司 这些公司主要面向精英运动员和普通大众 利用可穿戴技术获取运动员的实时生物指标数据 用于补充性能分析 其中 PiercePoint.com专注于精英运动员 利用区块链技术比较个人球员的数据 识别潜力和低估的球员 并提供受伤恢复计划的反馈 这些公司利用区块链的优势 为运动员和普通大众提供更加透明和安全的健康管理服务 提高运动者的整体健康水平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监管环境的改善 这个细分市场有望进一步发展 成为运动科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健康与个人诚信是运动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 包括了六家公司 这些公司主要面向精英运动员和普通大众 利用可穿戴技术获取运动员的实时生物指标数据 用于补充性能分析 其中 Limbo.com和Switcoin专注于普通大众 通过收集健康数据为个人和公司创建奖励系统 Switcoin应用程式在iTunes应用商店非常受欢迎 在全球已有超过40万次下载 另一家公司PiercePoint.com则专注于精英运动员 利用区块链技术比较个人球员的数据 识别潜力和低估的球员 并提供受伤恢复计划的反馈 这些公司利用区块链的优势 为运动员和普通大众提供更加透明和安全的健康管理服务 提高运动者的整体健康水平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监管环境的改善 这个细分市场有望进一步发展 成为运动科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收藏品行业存在欺诈问题 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更加透明的解决方案 这个细分市场中有五家主要公司 包括Pro EXP Media Anamaka Brands.com Striking Isle和EX Sports Pro EXP Media与NHL球队 LA Kings合作 使用增强现实 AR 区块链平台来验证收藏品的真实性 提高透明度 Anamaka Brands.com 则与FE赛车运动合作 利用区块链技术发行数字化的赛车和车手收藏品 Striking Isle专注于足球领域 为球员和球队提供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收藏品和纪念品 EXports则是一家综合性的体育收藏品平台 涵盖多个运动项目 利用区块链来认证收藏品的真实性 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 这些公司正在解决运动收藏品行业 在长期存在的信任和透明度问题 为运动爱好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收藏品 运动收藏品行业一直存在欺诈问题 区块链技术可以提供更加透明的解决方案 这个细分市场中有五家主要公司 包括Pro EXP Media Anamaka Brands.com Striking Isle和EXports Anamaka Brands.com是一家 在亚洲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司 与一级方城市赛车合作 发行基于区块链的数字化赛车和车手收藏品 Striking Isle则专注于德国足球 并与拜仁慕尼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2019年被Anamaka Brands.com收购 EXports则是一家综合性的体育收藏品平台 涵盖多个运动项目 如柔树和泰拳 旨在通过数位收藏品增加联盟和运动员的收入 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 这些公司正在解决运动收藏品行业 长期存在的信任和透明度问题 为运动爱好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的收藏品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监管环境的改善 这个细分市场有望进一步发展 成为运动科技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区块链公司正在运动界涉足人才投资和众筹领域 为运动员和球迷带来新的机会 Tokenstars.com是一家主要面向足球运动的区块链公司 允许球迷通过购买代币来支持运动员 参与球员的拍卖活动以及发掘新的人才 Sportico.io则使用自己的Sport TV SPF代币 鼓励投资者将代币贡献给运动员的基金 作为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回报 这种模式可以帮助运动员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 此外 还有一些公司如Fantastic.com和ChileEyes.io也在运用区块链技术 为运动界的人才发掘和投资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这些区块链公司的努力 运动界的人才投资和众筹模式正在发生变革 运动员和球迷可以享受到更多新的机会和收益 区块链技术正在改变运动界的人才投资和众筹模式 为运动员和球迷带来新的机会 GlobalTalent.com是一家专注于足球的区块链公司 允许球迷通过购买和交换代币来支持他们喜爱的球队和运动员 这种模式可以为球员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此外 还有一些公司如Sportico.io和Fantastic.com 也在利用自己的代币系统 鼓励投资者将代币贡献给运动员的基金 作为未来收入的一部分回报 这些公司正在为运动界带来创新的人才发掘和投资解决方案 使运动员和球迷可以享受到更多新的机会和收益 我们整理了一个简单的矩阵 概括了当前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不同应用策略 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这个新兴的市场格局 区块链公司必须面对运动界对新技术的反应迟缓这一困境 这种困境是由运动界固有的保守与情感属性所定义的 要克服这一难题 区块链公司需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并制定长期战略 我们可以从三个关键问题入手 如何平衡运动界的情感诉求和竞技需求 区块链技术必须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 如何设计可行的商业模式 区块链公司需要创新 开发出可持续运营的解决方案 如何与运动界现有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 区块链公司必须设法融入现有生态系统 只有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 并制定周密的长期战略 区块链公司才能成功地为运动界带来创新 要与现有运动生态系统进行有效整合 是区块链公司面临的一大战略挑战 科技行业对运动界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理解不足 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复杂的情况下 运动界拥有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 包括球队、联盟、赛事组织者、赞助商等 要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非意识 因此 区块链公司需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确定与现有生态系统的最佳整合程度 这需要耐心、细致的沟通与协调 才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 只有充分理解运动界的复杂性 区块链公司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合战略 避免陷入与现有利益相关方的对抗 要与现有运动生态系统进行有效整合 是区块链公司面临的一大战略挑战 科技行业对运动界的复杂性可能存在理解不足 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复杂的情况下 运动界拥有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 包括球队、联盟、赛事组织者、赞助商等 要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并非意识 因此 区块链公司需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和运作方式 确定与现有生态系统的最佳整合程度 这需要耐心、细致的沟通与协调 才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 只有充分理解运动界的复杂性 区块链公司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合战略 避免陷入与现有利益相关方的对抗 在这个过程中 区块链公司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方面 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国际运动联合会等 关键决策者建立良好关系的科技公司 另一方面 寻找了解运动系统复杂性的公司 并避免与之接触 只有在深入理解运动界特点的基础上 区块链公司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合战略 为运动界带来创新 整合程度对长期监控至关重要 在开始阶段采取低整合策略可能有效 但科技公司成长后会面临什么挑战 在商业和自由市场驱动的环境中 如美国 在运动生态系统之外运营可能是可行的 但这也意味着需要建立自己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这可能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 相反 如果选择与现有运动生态系统更深度整合 则需要与复杂的利益相关方网络进行深入沟通协调 这需要耐心和细致的沟通 才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 在这个过程中 区块链公司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方面是与关键决策者建立良好关系 另一方面是避免与完全不了解运动系统复杂性的公司合作 只有在深入理解运动界特点的基础上 区块链公司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合战略 为运动界带来创新 在较小 更封闭的运动系统中 如欧洲许多国家 选择全球标准科技公司可能需要密切监控 并重新评估与现有运动生态系统的整合程度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运动生态系统相对较为封闭和复杂 利益相关方网络紧密 科技公司需要对当地运动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 才能利用机遇并在国家及其相关的运动生态系统中取得成功 相比之下 在像美国这样高度复杂的运动生态系统中 科技公司可能更倾向于在系统之外运营 建立自己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这虽然需要更多时间和资源 但可以避免与现有利益相关方的直接冲突 无论选择哪种策略 科技公司都需要仔细评估整合程度对长期发展的影响 在开始阶段采取较低整合策略可能更有效 但随着公司成长 需要与现有生态系统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 科技公司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衡点 一方面是与关键决策者建立良好关系 另一方面是避免与完全不了解运动系统复杂性的公司合作 只有深入理解运动界特点 科技公司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整合战略 第二个战略问题可以视为第一个问题的延续 因为运动科技困境难以应对 开发专注于运动的企业身份是否存在风险或机会 创建一家可以触及其他平行客户群的公司是否更好 这可能意味着扩大目标市场 但同时也增加了竞争 想象一下 一家区块链公司创建了一个成员投票解决方案 这可能会被运动界视为有价值的创新 但同时也可能引起对公司动机的质疑 因此 公司需要仔细评估采用混合商业模式的时机和可行性 这需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和需求 以及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 同时 公司还需要考虑如何最好的保护和发展其运动科技专业知识 同时扩大其他客户群 这需要在专注和多元化之间找到平衡 无论选择哪种方向 公司都需要密切关注运动界的动态 并保持灵活性 以便根据需求和机会及时调整策略 采用混合商业模式是一个有趣的战略选择 但需要仔细权衡其利弊 一方面 专注于运动科技领域可以让公司成为行业专家 并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 这可以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并吸引运动界的关键客户 但另一方面 扩展到其他行业可以分散风险 获得更多收入来源 像Anamaka Brands.com这样的公司 已经证明 这种混合模式是可行的 他们在运动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关系 同时也像娱乐等其他行业销售产品 关键是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和需求 同时也要评估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 这需要在专注和多元化之间找到平衡 此外 公司还需要考虑如何最好的保护和发展 其运动科技专业知识 同时扩大其他客户群 这需要谨慎的策略规划和执行 无论选择哪种方向 公司都需要密切关注运动界的动态 并保持灵活性 以便根据需求和机会及时调整策略 采用混合商业模式是一个值得仔细考虑的战略选择 这种方法可以为公司带来多重好处 但同时也需要谨慎的权衡 一方面 专注于运动科技领域可以让公司成为行业专家 建立强大的品牌形象 这可以为公司带来竞争优势 并吸引运动界的关键客户 但另一方面 扩展到其他行业可以分散风险 获得更多收入来源 像anamacabrands.com这样的公司已经证明 这种混合模式是可行的 他们在运动领域建立了稳固的关系 同时也像娱乐等其他行业销售产品 关键是要深入了解运动界的特点和需求 同时也要评估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 这需要在专注和多元化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 此外 公司还需要考虑如何最好的保护和发展其运动科技专业知识 同时扩大其他客户群 这需要谨慎的策略规划和执行 无论选择哪种方向 公司都需要密切关注运动界的动态 并保持灵活性 以便根据需求和机会及时调整策略 在探讨区块链在运动科技领域的应用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 区块链成功需要多少 国家间 支持 首先 公司是否应该在特定地区设立办事处以吸引客户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区块链解决方案的成功 是否需要国家和斜线或国际支持 没有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斜线或大学的国家的大型区块链运动科技公司 是否会蓬勃发展还是消亡 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考虑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需要广泛的支持网络 包括政府 教育机构和行业参与者 如果缺乏这种支持 区块链运动科技公司可能难以真正发展壮大 因此 公司在制定区块链战略时 必须评估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和支持程度 同时也要探索如何与政府和学术界建立合作关系 以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运动领域的应用和普及 只有当区块链技术得到广泛的国家和国际支持时 运动科技公司才能真正发挥其潜力 为运动界带来变革性的创新 这需要公司与政策制定着密切合作 共同推动区块链在运动领域的发展 在探讨区块链在运动科技领域的应用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 区块链成功需要多少 国家间 支持 瑞士凭借其区块链传统 在CryptoValley和TrustSquare等合作论坛中促进合作 这显示了国家支持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中国主席习近平也强调成为区块链领先国家的战略重要性 这表明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区块链技术的战略价值 并正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其发展 那么未来会出现一个全球性的区块链技术领导者 还是像瑞士和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形成创新的区块链集群呢 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无论如何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需要广泛的政府 学术界和行业参与者的支持网络 缺乏这种支持 区块链运动科技公司可能难以真正发展壮大 因此 公司在制定区块链战略时 必须仔细评估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和支持程度 同时也要探索如何与政府和学术界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运动领域的应用和普及 国家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强国正在运动和其他关键行业中展开激烈竞争 这些国家是否会采用整合区块链解决方案 将会激励其他国家效仿 未来是否会出现一个国际统一的方法 值得密切关注 瑞士凭借其区块链传统 在CryptoValley和TrustSquare等合作论坛中促进合作 这显示了国家支持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方面的重要性 中国主席习近平也强调成为区块链领先国家的战略重要性 这表明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区块链技术的战略价值 并正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其发展 无论是单一的全球领导者 还是像瑞士和中国这样的创新区块链集群 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都需要广泛的政府 学术界和行业参与者的支持网络 缺乏这种支持 区块链运动科技公司可能难以真正发展壮大 因此 公司在制定区块链战略时 必须仔细评估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和支持程度 同时也要探索如何与政府和学术界建立合作关系 共同推动区块链技术在运动领域的应用和普及 科技创新的速度证程指数及增长 电话用了75年才达到5000万用户 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 Facebook用了2年 Pokemon Go则只用了19天就达到了同样的用户数 这种指数及增长的速度令人惊叹 比如即将到来的5G科技将大幅提升数据传输速度 在4G LTE网络上 高清、HD下载需要数小时 而在5G网络上只需要几秒钟 这种技术突破的速度让人难以想象 只需数年时间 就能从最初的概念发展到全面普及应用 这种指数及增长的趋势 无疑将对各个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运动和运动科技领域 这种飞速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 未来运动科技将如何发展 现有的技术又将如何迭代更新 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无论是在通讯技术、运动装备 还是运动赛事直播等各个领域 我们都将见证更多令人惊叹的创新 这些创新将如何改变运动产业 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5G科技将对虚拟现实、VR 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MyIT 产生重大影响 5G网络的高速连接和低延迟特性 将大大提升VR和MyIT技术 在运动领域的应用 例如 5G可以支持VR直播 让球迷仿佛身临其境地 感受比赛现场的气氛 同时 5G还可以支持运动员 在训练时使用MyIT设备 实时监测各项生理指标 运动组织将能够更好地利用 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 和人工智慧、AI 来提升球迷体验 这些技术可以为球迷带来更省境式 互动性更强的观赛体验 例如 AR可以在现场比赛中为球迷提供 即时数据分析和虚拟替补球员 而VR则可以让球迷身临其境地 感受球场氛围 AI则可以为球迷提供个性化的内容推荐 区块链解决方案将发挥关键作用 实现了去中心化和成本节省 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安全性和透明度 有助于球迷和运动组织节省成本 例如 区块链可用于门票管理 球迷中程度计划 球员合同管理等领域 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同时 区块链的分散式特性也能保证数据安全性 运动组织可利用5G引入的区块链解决方案 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安全性和透明度 有助于球迷和运动组织节省成本 例如 区块链可用于门票管理 球迷中程度计划 球员合同管理等领域 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 同时 区块链的分散式特性也能保证数据安全性 未来20年的科技创新仍然难以确定 电话用了75年才达到5000万用户 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 Facebook用了2年 Pokemon Go则只用了19天就达到了同样的用户数 这种指数及增长的速度令人惊叹 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难以预测 对长期稳定的科技公司的需求增加 随着科技创新的加速 人们对于能够提供长期稳定服务的科技公司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加 这些公司不仅需要有强大的技术实力 还需要具备持续创新和优化的能力 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理解和应对运动科技困境将成为许多对开发运动行业解决方案感兴趣的人和公司所必须的 运动科技领域正面临着重重挑战 例如如何提升球迷体验 如何利用新技术优化训练等 想要在这个领域取得成功 需要深入了解行业痛点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科技创新持续发展 但运动行业可能坚持传统方式 运动组织常常对新技术持保守态度 更习惯于依赖传统的运作模式 但是,如果不能及时接受创新 运动组织将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 措施提升球迷体验和优化运营的机会 科技公司需要坚定影响和教育运动组织 让他们认识到采用这些科技的重要性 科技公司必须主动与运动组织沟通 帮助他们了解新技术的优势 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只有运动组织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的价值 才能真正推动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运动组织需要开放态度 接受创新解决方案 以保持相关性和竞争优势 面对瞬息万变的科技发展 运动组织必须保持开放和创新的心态 他们需要主动寻求合作机会 与科技公司共同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式 只有这样 运动组织才能保持竞争力 持续吸引球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